给一张纸条 起初大S根本关注不到孩子的情绪 从汪小飞的身边把两个孩子夺走 大S指清楚 抚养权到手的自己才是赢家 虽然最后汪小飞一直思念着孩子 相反的俱俊叶 不太能接受大S前夫的亲生孩子 最后大S连孩子 跟汪小飞见面的机会都不给了 因为要让孩子根据俊叶建立父子情 可是要忘掉亲生父亲 接受新爸爸谈何容易 大S没有真正进入孩子的内心世界 尤其是亲生女儿 最想念的是汪小飞 当年汪小飞为了跟女儿在一起 愿意把自己入坠到台北生活 就算在北京成为同行的笑柄 汪小飞承认女儿就是自己的命 可是大S没有理解 为什么孩子那么喜欢汪小飞 其中一幕 大S拿到女儿一封信 只要能见到亲生爸爸 愿意尝试去接受新爸爸 大S情绪都瞬间崩溃 孩子只爱汪小飞不爱妈妈 大S委屈的是 孩子把自己当成坏妈妈 但是将心比心 对此你支持汪小飞 拿回孩子的抚养权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您的看法